小籠包牛肉麵 葱油餅都是台灣小吃 也是外國觀光客 最愛成鮮的美食 大家在網路上搜尋台灣的關鍵字 大多都是雞排或者是珍奶 不過現在根據國外網站調查 其實搜尋最多的竟然是可樂 沒有聽錯就是可樂 每個國家都有令人既定的聯想 德國想到啤酒豬腳 日本就是拉麵 而台灣小吃聞名 但是國外網站調查 根據Google統計 搜尋台灣關鍵字最多的 不是鹹酥雞 蚵仔雞 竟然是可樂 讓民眾都很訝異 不敢置信 滿奇怪的 對 因為可樂感覺是 是很美式的東西 對啊 我沒有覺得台灣是可樂 國外網站還調查出 最多人搜尋日本關鍵字記錄 不是拉麵 藥妝 電器用品 而是西瓜 讓民眾直呼不可能 西瓜 那怎麼可能 西瓜是台灣的 不可能 不過也有比較符合 一般人既定印象 像韓國會聯想到整形 谷歌統計最多人搜尋記錄是龍鼻 其他國家像身為商業大國的美國 專利權成了關鍵字 另外德國以汽車最著名 瑞士出產手錶 這些國際品牌也成了對國家既定印象 網路上搜尋有點像刻板印象吧 其實就是如果像民間調查 可能會比較多 比較事實 國外網站根據Google使用者 對國家最常搜尋記錄做統計 某種程度上可以表示出 對國家印象成了有趣調查 但是否真的符合一般人想像 起碼台灣搜出可樂 讓駕槓台灣人無法想像 記者陳子芬 秋子林台北 這次訪問到